今早看聯合報的社論 真是主席對主席 因為朱立倫代表國民黨 對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但誰都知道柯文哲現在 和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正在打拼 現在變成朱柯匯 一直是侯友宜 柯文哲看不上眼 都未匯過 今晚見了這個RPR 自命不凡 他眼中覺得侯警官你不是班 我拍你害了我 累了我 所以昨天當然也看到朱立倫 玩這遊戲也是登峰操擊 台灣的政治很特別 明明藍白之間 其實大家就覺懷鬼胎 不過昨天就做出口氣 什麼口氣呢 你記得超哥施政報告 全部綠色系列 昨天兩位主席見面 同一色系列的西裝 同一色系列的領胎 表示 我們多團結 多合作 團結 是他們兩個人團結 不過這樣 也釋放了一些鬆一點的口氣出來 因為柯文哲終於提一提侯友誼 聯合部一個藍營的報紙 寫論 早前拒絕被逼分的柯文哲 他的態度似乎有轉彎的情況 他說 如果有公平的合作辦法 他可以接受和侯友誼 在同一張選票上 注意一下 好像他是大哥 我接受你在同一張選票上 可圈可點 台灣政治可以玩到出神入花 簡單來說 我和他合作 同一選票他覺得很隱悔 其實這樣說法 也有不同的理解 究竟他可以是他的副手 可以是大家拼的其中一個競爭對手 又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要看綠營反應 D輪 賴清德其實也有些心凡意戀 其實看見藍白 可能是用這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合作 目的都是要令民進黨下架 所以賴清德和D輪 都頗為煩惱 想著都贏了 但不是 現在真的很多風迴路轉 聯合部的社論分析 就說國民黨有長處 其實是告訴安民哲 國民黨的長處是地方的版圖很紅 因為經過上次的九合一選舉 就知道國民黨的香港是贏到開項 而且執政經驗豐富 不過是有短處 短處是既定的形象揮之不去 即是老闆保守 又不團結 不過你民進黨的優勢 年輕族群支持你 但你有短處 就是你沒有什麼基層的組織和執政的實力 大家知道台灣一種民家叫大餅包小餅 家瑜也說大餅包小餅 這次來說很特別 是小餅拼大餅 小餅拼大餅包不到它 你突出了 你不可以包我 我一定要露出我的小餅 不過我覺得似乎看勢 有時候看他們藍營的報紙 一路的走勢 是他們不斷潑一個和風 不斷很尋求合作 因為大前提目標就是下架民進黨 所以現在起碼大家過懷鬼胎 但起碼你提密的姿態出來 是有得傾下去 這令到賴清德深感不安 而賴清德看好程度都明顯下跌 所以他有點焦慮 於是就說出說 你知不知道哪個最樂見藍白合作 共國中國共產黨 也都將兩岸的矛盾衝突 折射在選情當中 民進黨一向都是這樣的 一定在這個情況打兩岸之間的關係牌 一直指國民黨 就是以九二共識來綁架其他 所以現在 現在來說所有假設都是假設 還要看看未來的一個多星期的變化如何 不過有了昨天 國民黨主席和民進黨主席的會議 也都擺出一個姿態有得談 至少是夾好了 同一領帶同一色系的西裝 都表現出一種合作 接下來什麼時候見到 侯警官和OP 有機會同台吃飯 會不會像郭台銘那樣 舉起雙手 兩個牽著 台灣的政治 你是不能猜 即是說目的與手段問題 你要達到目的 什麼都可以出齊 如果大家目的就是下架民進黨 我先來一次 很簡單 假奉虛煌什麼都好 總之先儲了個門 你關門再砌個另一回事 不過這兩三個禮拜的輿論 已經是說 日後的組成聯合政府的分贓 以及在立法院的分贓問題 我覺得最無奈的就是 台灣的選民 本來這麼多年的努力 有一套的民主選舉制度 大家人一票可以選總統 那一票你發覺 你拿在手中 你不知道怎樣選 你發覺搞到 甚至國民黨那些精忠分子 都看見國民黨 看見朱主席如此去操盤 看見柯民 操盤 你柯民設就機心算盡 以小去制大 後走魚就限於癡身 這個老實求警官 好像木偶說 被人擺來擺 我出來選總統 我本來各方面氣勢最強 現在發覺他好像叫你出場就出場 我叫你整直就整直 你這樣去玩 柯民哲真的厲害 柯民哲在近期手拿著政治籌碼 比他當年去選台北市長更厲害 所以他充分發表小餅拼大餅的哲學 看看環球時報 其實Dalen國際上有很多主要大會 前一輪所有大會都在中國舉行 不過Dalen開始 不是下月了 是本月 就是中旬APEX開會 今天和明天 但這幾天很特別 在英國有一個全球人工智能AI安全峰會 在今天和明天召開 當然這些科技大國出席會多些 中國不能缺席 不過中國在上星期才接受到邀請 收到這個請假 這個第一屆的AI 如果沒有後面的字眼 這個純粹是科技的會 但有後面的字眼 哪後面呢 全球人工智能 這個是前面 AI是前面 安全峰會 這個後面 這個基本上 就不是限於一般的AI如何使用 我們關心了AI出現 哪些工種沒有了 AI出現了 令到很多資訊 就可能是有新的形勢 這個峰會其實就說 AI在未來戰爭和軍事上的用途 再提升到AI和核武方面 所以很高層次 所以很多國家都派出副手去 美國是可錦麗去的 都很高層次 中國誰去呢 都是副手 不過不是領導人的副手 是其中一個部門 還要是副部長級 這就是中國科技部的副部長 吳朝輝先生 當然是外交部 科技公司 學術機構代表 但基本上 都不是一線的幹部 你想想 相對於賀錦麗 中國說全球有兩個超級大國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美國 英國已經不算在內 現在美國一個超級大國 中國是派第二位 第二層級的領導人 但中國竟然只是派一個 小部門的副部長去 因為你看見這個會 醞釀了一些時間 你上星期才邀請中國出席 可能中國都打算不去 不能去 你這麼急來 也真的只能夠這樣安排 中國這方面 當然《環球時報》也說回 全世界用得AI最多的國家 在哪裡 就是中國 你已經能缺席 但這個看見也是西方的強國 一個派對 勉強請你 因為之前有個爭議 是否應該請中國參與歧視 有了這個爭論的時候 中國給你調戲 你當然不相信 有沒有搞錯 我堂堂都是AI大國 你現在之前的統領 是否讓我去參加 但這個牽涉到自緣政治 因為其實是一種角力 大家知道英國中英關係 這段時間都相當低潮 你看到英國很多政客都去反對 我們不應該請中國來 當然最後可能都是首相府 英國的高層都覺得 也不能缺席中國 於是上星期才折柬雙腰 匆匆忙忙 只能快過副部長出席 了性於無 不過英國媒體也有這個解答 這樣代表中英關係 是不是有些 又吹和風 現在很流行吹和風 吹和風 以環球時報 今天這樣說 似乎完全低調 是大家不同的集團 結合成很多大會 將去邊緣化 其實亦都折捨到 現在最短目的是 未來再遲一點的APEX會議 沒錯 可能整個中英政府主力 都是究竟主席見拜登 會帶出一個整個成果 王毅一段時間去做先頭部隊 我相信一定有個成績交出來 這方面的成績一定是各取所需 拜登可以將此作為一個助選很大的動力 而這方面習主席也都希望能夠在這方面 令到中美緊張關係稍稍緩和 特別是最關注尖端科技的物資晶片等等 你說要大量解禁都不可能 局部解禁可能是大家妥協的條件 稍稍緩和一下 稍稍緩和一下 未來的焦點 新聞的焦點的確是這裏 李家超最終找到一個下台街 這真是拜習拜會所賜 如果不是主席都會出席三藩市的成會 用三藩市不要用舊金山 三藩市的成會 美國亦都給足面 大家有個下台街 那些沙沙石石坦白說 李家超去不去得到 已經變成一個沙石 因為大家只是看著那兩個巨頭 當然香港也有關係 如果中美公安稍稍稍緩和 你現在看上兩個星期說 在香港我淫來說 你有什麼經濟的樂觀的要素 短期之內可以達成是沒有的 你們在說20年 20年 我的房子在下跌 股市今天不知道去到多少 昨天三大負面數據出來 香港股市今天你怎麼可以去 還有什麼期望呢 唯一短期之內就是中美元首見面 可望中美關係稍稍緩和 而讓香港有少少喘息的機會 這個呢 短期內是唯一的盼望在這裏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